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当时候就跟你讲过 既然是大行情安全带要绑好 迎接超额利润 介老师就是你的安全带 我如果没有松开 你就跟我一起抱波段 一档股票如果赚完三成还有三成 不要随便买 一档股票如果赚完五成还有五成 跟我勇敢的抱下去 盘式的一个脉络 当时候你很悲观 85 23那一天 我说大盘不过跌了30% 农资余额竟然减少了36% 8500点绝对低档 这是落底的买点 涨了1000多点的一个台股 回档下来 很多人告诉你月线是压力 台股会拉回打第二只脚 但是我已经看到未来了 月线会过 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行情的走势如同我的规划 月线真的过了 美国的一个QE无限的 它是长多 有回档要赶进场 很明白的告诉你们 所以当上礼拜台股涨多的回档 越接近越现这个位置 越站在买方 当天每个等级会员都现买现赚 都买在平板以下 非常完美的一个操作 不要怕跌 多投行情回档 看支撑 没有错吧 支撑来了 勇敢跟我买 所以礼拜一台股涨了200多点 你看一下大盘涨24%了 但是融资鱼额不过增加12% 所以这个盘筹码相对的稳定 你还在观望 你还在等第二只脚的 同朋友不用等了 再等下去 接下来波段利润 又跟你没有缘分了 是不是 所以筹码稳定的台股比巴尔 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日本跟随美国中国的脚步 这三大经济强国都在实现 所谓的无限QE吗 这是一个大长多 对于全球股市是非常正面的 长多不是短线 这样是在分析盘势 或是个股的操作 也有没有跟你掌握长线的波段 等一下你继续看下去你就知道 所以讲完之后 礼拜三台股涨了156点 这条叫季线 昨天顶到季线是压力吗 我说季线会过 而且会站上去 今天的台股 季线也有没有过 也有没有站上 大长219.0台股 你所看到的是 现在老师给你建议 操作要积极 操作要积极 因为单脚回升的行情 那是最强势的一种形态表现 所以包括今天 我也可以跟你讲 这档股票我还在进场 买在226 盘中拉高8% 来到236 一样可以赚10块钱 整理末端 形态突破 我如果今天不买红硕 搞不好下离8.1又没有低点了 你又来不及上车了 所以操作一定要积极 操有利润的行情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安全带 帮你做加持 夏老师 有没有能力 帮你掌握完整的 一档股票的波段利润 你来看一下这档平概股的康控 当时候177高点带你卖 杀下来 杀到121.5了 跌了55块钱 不杀低可以买 因为你高点有卖嘛 然后呢 涨了29%的康控 我卖在154 这一波段30%落袋 就是因为高点177 154都有卖 所以杀了一大段 3月20号 当天台股已经落底了 很多股票即将展开出 所谓的一个超额利润买点 我说短底行程 筹码很干净的抗购 89.5开始结尾 很清楚吧 高点只要有卖 杀下来过程当中 减便宜货啊 减便宜货的一个重点 当然是你之前的一个高点先卖嘛 手中有现金啊 而不是高点没有卖 下来等解套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波狼情 台股受到疫情影响 回挡了3000多点 康控没有让你受伤 没有让你受伤 这叫做真正的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之后 从这个位置 3月25号89.5开始买 89.5没有买的 隔天平板以下 90.3低接 3月30号93平板以下 还在买 大行情啊 有低点就要赶快上车啊 是不是 所以低点买完之后呢 是不是大涨5.4% 隔天又多了6.2% 2千十几% 4月8号又多了一根涨停板 这样20几%嘛 突破月线了 突破月线了 当康控开始很像整理 我说以他的基本面 3月营收月成长率高达128% 再以他的一个筹码面 我知道他会整理 但是整理完会大涨 所以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上礼拜三 趁大盘重做 我一样再度的低接 低接的位置就在110啊 从89块半 90 93 沿路的逢低买 到上个礼拜三 趁大盘重做啊 大盘重跌了148点嘛 一样110还是可以买 还是可以进场啊 所以这叫做操作的真正能耐 买股票 不是只有买最低档那一笔啊 那后面参加的会员你怎么办 难道就光旺吗 难道就不行动吗 所以你们最害怕 跟到的一种老师是 电视真好说 每年叫他做 没办法啦 所以你才会遇到 电上讲的跟实际上操作不一样嘛 建老师每一笔单 都跟你对时对价 全国的会员帮我做见证 110再度的低接嘛 低接完之后 我在这礼拜二 康控即将喷出 我的解读够不够明确 礼拜二 康控即将喷出 来到118了 这礼拜你听到的是 苹果 iPhone 可能要延后上市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但苹概股 不管是康控 还是郁金光 他们这礼拜有跌吗 有跌吗 都没有跌啊 所以我告诉你 他即将喷出啊 因为压抑不住了嘛 压不住了 所以呢 整个康控 今天有没有喷出 今天礼拜是真的喷出 这叫一飞冲天啊 我不是告诉你即将喷出吗 建老师的解盘风格 有没有帮你掌握到未来走势 今天真的喷出亮灯 锁掌停 来到128.5 整个康控你给操作 89.5 90.3 93.110 沿路的逢低承接 没有一笔单是 不乱去追高的 没有 今天来到破断新高 128.5 这样子 43% 这样子 一个月的时间啦 43% 建老师不会给你吹嘘啊 你参加我会员行列 每天10% 一个礼拜50% 那一个礼拜绩效1.5倍 然后下个礼拜 每天10% 1.5再乘以1.5 变成2.25倍 那是神话 那是神话 当然你参加老师的会员 当然有时间成本啦 没有错吧 所以每位分析师 当然都要尽心经理 在最短的时间 帮会员创造出最大的迹效嘛 总不能带你们去买 王雪红那支手机的股票嘛 买了一年 股价破底 结果台口涨2000多点 也没什么动啊 一年的时间经过了 结果呢 你套在那边 动也不动 参加老师的目的 不是套牢那种股票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手中 持股 没有基本面的 是很弱势的 需要亲老师来帮你调整的 免得起 因为盘是 既然单脚回升 突破月线 突破季线 这个盘已经看回不回了 你的操售态度要积极 你不要寄望 涨了2000多点 你个台股 你的股票如果还在修正 还在破底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还在等什么 一个月的时间啦 从我低档区 89.5开始买嘛 创造43%的利润 如何掌握的 整个操作流程 就好是如何帮你追踪的 应该够清楚吧 这就是我带给 会员真实的绩效啊 所以另外一档 平概股叫做郁金光 今天一样啊 想不想 3406的郁金光 是不是来到波段高 所以这一次的 价差的操作 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成功 郁金光 你只要掌握我节目过久的 秦老师的操作 几乎是零十五 为什么我郁金光 可以操作的 如此的一个顺利 我除了掌握住 他的筹码面之外 法人动态 我很了解啦 秦老师 是某券商法人士 超凡士主管出身的 所以不管是外资投信 他们对郁金光的一个琢磨 了然于胸 我没有再跟你讲内线 我在跟你讲法人动态 另外对于大股东的 持股的变化 我追踪的相当清楚 所以郁金光 为什么我的操作 激进零风险 很少失误啊 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很少 有失误也是一点点 但是只要被我看到 大波段的 我没一次 脑糕的 你看郁金光 当作三百一到四二八 这一买一买 118块钱利润 将近四成了 四二八卖掉 打到三九三 差了三十五块钱 做接尾动作 平盘以下遇到台股 回档啊 做低接 低接完之后 三十一号 月线不是压力 融资在滴水位 而且郁金光 二月份营收 年增率高达 215%嘛 他有因为 iPhone的延货上市 三月营收 就荡下来吗 没有啊 郁金光三月营收 跟去年比较 还成长118% 所以呢 盘面你所看到利空 有时候不是真利空 你要看到未来 不管是基本面 还丑马面的流向 所以郁金光 月线有没有过 讲完之后 月线过了 过了 我在四六四先卖一趟 这两波段的操作 191块钱落袋 落袋完的郁金光 横向神里 这边你还有四六四 以上可以卖吗 那当然打下来 4月21号 上礼拜二 最低来到四三七啊 我跟你预告 明天嘛 就是4月22号 跌下来可以买 幸好是在送钱给你 哪一份分析师 有这方面的耐 把一档股票 明天即将出现买点 在事前先讲给你听 说你平胖啊 但是你要懂得闻香下嘛 如果这样的一个送分题 送钱给你 你还不晓得如何掌握 我真的没法度啊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上礼拜的郁金光 我告诉你 隔天礼拜三 下来可以买 信不清楚 你看我节目 不仅过瘾啊 又可以赚到可观的财富啊 所以隔天礼拜三 有没有下来 真的打下来了 那当然按照我既定计划 做结尾动作 结尾的位置就在四三五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啊 没有错吧 所以接下来郁金光 隔天 打到四三六点五啊 回撤的还不错耶 虽然尾盘跌三块半啊 我一样告诉你 那个回撤相当成功 洗盘啊 对不对 它不是涨三块半 它是跌三块半 我说回撤的还不错 回撤的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当然要涨了啊 礼拜来到四五二 礼拜三来到四六三 今天郁金光来到四八七 四三五到四八七 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之前这一边一百九十一块钱 四三五到今天收盘价四八五 这样五十块钱 加起来两百四十一 哪一句话 有蒙骗你 哪一句话 不是在跟你解位来盘 郁金光 赚两个股本 最新的三月营收 你刚才看到了吗 连价超过一倍啊 有因为疫情的利空 业期衰退吗 有因为iPhone说要沿路上市 业期衰退吗 都没有啊 光是这两大趟 两百四十一块钱 如果再加上今年度的年初呢 四零一到六零八 超过两百 然后这边呢 加起来两趟又七十六 两百七十六 加两百四十一 超过五百一十块钱 郁金光啊 从今年度而已哦 到现在哦 超过五百一十块钱 郁金光今天的股价 四八五啊 这样操作绩效 有没有一倍 有没有一倍 你给我时间 秦老师给你波段行情跟利润 所以要如何迎接 未来的大波段行情 明天是五一劳动节 为了体恤 全国劳工朋友 对台湾经济的贡献 特别推出这一个 帮你省五十一%的专案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 秦老师如果要拉你一把 你要赶快付诸行动 否则下礼拜 你又真的会来不及 谢谢大家 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天 市场单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单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成路故蔡老师 感谢全国劳工朋友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最后一天 市场单线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灵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细经元龄头环球金 今天一样大涨 两波段的操作 相当的完美啊 这档股票 当时三月几号 落底的买点啊 当天它破底 最低290啊 你敢不敢卖 破底哦 破底哦 我说本益比不到十倍的环球金啊 投资价值浮现 而且出现收缴止跌讯号 大栏跟我低接 你跟我买在303平板以下 买完之后呢 沿路的告诉会员 逢低乘接压 337一样可以买 4月10号呢 上去之后回档 363.5一样可以买 因为看涨 什么时候卖 4月23号上礼拜四 375先卖一趟 这样一买一卖 72块钱落袋 这卖出的一个时间价位 也跟你对过了 10张72万 那375卖掉的环球金 隔天马上打到360 差了15块钱啊 我说我会接回 因为我早就跟你论述过了 环球金的长线架构 我是看好的 所以那一次的卖点 当然是要帮会员多创造出 一次加差 所以375卖掉之后 隔天打下来我就接回了 我接回会直接就是365 这时间价位 你去对 当初在364啊 保证定成交啊 所以这10块钱的价差 也是蛮迷人的 对 我们尊荣会员的一个资金规模 都很庞大 10张就差了10万啊 20张差了20万啊 所以整个环球金 当天啊 365结尾对不对 其实他收盘多少 收盘就360啊 我还套5块钱啊 你有沒有看到 我接在365啊 收盘是360啊 但是10块钱也是钱啊 建老师尽心尽力 有大波段 当然赚大波段的 那如果有回档的一个价差空间出来 我一样不客气 不手软啊 365接完之后 你马上看到 跳到373 昨天又跳到 不是昨天 今天啊 今天跳到所谓388 昨天当然涨啊 对 昨天又环球金 最高3718嘛 今天呢388 还蛮吉祥的一个数字 你自己看一下 从接尾的位置 365到388 这样不是又多了二几块钱吗 所以整个环球金啊 第一趟的操作72 365接尾到今天收盘价385啊 又多了20块钱 两趟到目前为止 累积的报酬率92块钱 他涨完了吗 为什么365 我要马上做机会 长线的一个价值 我之前有分析过 我不晓得同庙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清老师在论述 他的一个价格 应该落在什么位置 才符合 他应该给予他的一个价值感觉 简单再给你阐述一遍 15倍本益比那个位置 是我长线的看法 15倍本益比那个位置 是我对他长线的看法 所以长线的价值 我知道他还会在场 所以365我就做接回的动作 这是我一个操作 如何赚完一波段 再赚完另外一个波段 就从这波盘势 他是来真的 他是完大的 如果赚完70块 还有70块 你要不要跟我继续的赚下去 就是这样做股票 是不是 所以环球星的母公司 中美金 今天一样来到波段高 从70几块钱沿路的买 80几块钱沿路的也在买 光是电视机观众 你看我节目去买中美金的 到今天你有贪钱吗 你有贪钱吗 我问你 看我节目就是那么幸福 因为我介绍的股票有延续性 我不会跟你无中生有 我也没有再跟你乱枪打鸟 每天变来变去 每天换来换去 真的可以贪大钱的 一定是大波段的操作 如果你想要掌握那种 波段利润的超额利润的 我会你利用今天的 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加入清老师行列 让清老师来帮你做 完整的资产规划 你的投资组合如果不顺利的 我帮你做调整 我帮你做转换 这行情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这是大行情 这不是小格局 小格局才会那边冲来冲去 短线那边进出 大格局会帮你掌握 大波段的财富的自身效果 这档文贸 5G的功率放大器 当时落底买点210 3月23号叠下210一样再度低些 上去283卖 这一趟73块钱 210到283 10张73万落袋 那文贸我283卖掉 我264有机会 因为差了快20块钱 横向整理打下来 4月22号上礼拜三 趁大盘重做 我257再度的加码文贸 没有错吧 264接回 跌下来257 附近再加码买进 这时间要不要跟你对过 上礼拜三 跌我再加码 因为我看好 所以如果有更便宜的位置 当然可以再度的加码 做进场的动作 所以礼拜三 这礼拜三 昨天文贸只跌了 新晋会员253再买 这时间加码昨天跟你对过了 一样可以买 买了之后盘中 拉高到264 现赚10块钱 那今天文贸吗 272 272 是不是每一笔单都赚钱 我们抹一下 昨天的253有没有赚 257的加码单 有没有赚 264的一个接回的位置 有没有赚 今天272 秦老师 如何精心精力 在照顾我们的会员 你应该感受很清楚吧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 文贸的好消息 5G功率放大器的文贸 花威了 第一季获利年增9倍 不是9% 也不是90% 是900% 秦老师介绍股票 就是那么极油 你好好的跟我 大胆的逢低承接 获利的陈述效果 我会一档一档的带给你 这盘很强 操作态度要积极 赚超过一个股本的红色 今天形态突破 现买现赚 我买在226 你时间交给自己去对 10点53分 26当时就在226 买完之后 盘中大涨8.3% 最高来到236 有没有现买现赚 成功的模式 一再呈现在你面前 下礼拜的动作 你务必要跟紧 五一劳动节 省51%的专案活动 今天是最后一天 秦老师 邀请你跟我一起 共同掌握 未来的波段行情 明天见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禄姑 蔡老师 感谢全国劳工朋友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最后一天 资料单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禄姑 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蓝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流千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姑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员现 0800-868-365 0800-868-365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